對著換了新教練,上海新花,結果輸零比一 實德排最後,上海新花排第九 帶人實德,大家可能都清楚 因為他老闆徐明自從3月15日就不見了人 公司實德面臨破產,有傳言 現在財經國家周刊,徐明被有關部門監視著 因為實德企業欠下大量民間借貸 這次銀行都開始向他追債 最後是否真的破產就不知道 說回這宗賽事,最後輸零比一 賽後,你正常的記者就去訪問 SOHO不如做其中一位上海妹的照片給他 他好像未做好了,但是 林老闆 不如你給他時間,你再說幾句 我也看到他在做,你無法打斷他 賽後,記者就去採訪區,進行正常的採訪 其中一位上海新聞晚報記者,陶瑩瑩 就去採訪上海新花教練,新教練佛洛倫德 就是這位傀儡的教練 誰知道整班人走去採訪的時候 大連祝協的秘書長郭君和工作人員 就趕那些人走,不讓人走去採訪 不知是輸了波去發爛詐,還是怕記者問 關於這個老闆徐明的新聞 不知為何,郭君就跟這班記者說 你們幾和通通出處 如果你們幾和通通出處 你們幾和通通出處 如果你在特務機關如何接受訓練 怎麽可以令到你的普通人這樣 甚麼通通出中,說甚麼 你們幾和通通出去 如果你還這樣,我就把你們推出去 還要打掉你們記者陣,非常之惡 即是連記者陣都要打掉他 打狗就出去 他說這裏就是我作主,是我負責 我主場,類似這樣的說話很惡 打狗就出去 偏偏這位新聞晚報上海女記者,陶小姐 就不服氣 就跟這位郭君先生爭論了幾句 郭君就很生氣,捏著他的頸 吊起他的人 再一拳打到他的臉上 一拳打到他的臉上 你再說一次,怎樣 捏著他的頸 捏著他的頸 撐起他的人 打到他的臉上 嘩 這個是 這個是要看畫面,林康正表演一次 不是喔,這個是我記得打拳王97 拳王97那個BOSS 草蹄驚啊 草蹄驚啊 草蹄驚那招 不是啊,八神鵝啊 八神鵝啊 八神鵝就是這樣 牧尼街 這樣站著他 有些紫色的火花噴出來 你叫什麼八字女 你不知道什麼東西 那拳 有頭看看那個女記者的樣子 先打 是美女來的 像楊詩琦那樣的 不是喔,比楊詩琦 比楊詩琦 陳淑莊 陳淑莊加楊詩琦 陳淑莊是美女 陳淑莊加楊詩琦 真的美女 怎麼說 打不下手 很難打得下手 很難打 還要用八神鵝的招式 用八神鵝的招式來對付這個女生 你真厲害 竟然對一個這樣的小女生 使出八字女 不是喔 打老婆 我剛剛揭曉報紙 我看到一單瘋狂英語 那個發起人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打老婆 打老婆 風狂英語發起人 李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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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狂英語是什麼 風狂英語 你沒有聽過 你沒有看過那些 風狂英語 突然要打一聲錄 譬如 哎呀不要乖 然後整百人 李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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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什麼 風狂英語 你看看網上 曾經早幾年 也不是早幾年 30年是很流行的 突然間 好像李楊 站上台 好像李 突然間大聲讀英文 這樣要坐牢 I am fine 下面一起讀 I am fine 這樣要坐牢 還不是共同行事 要坐牢 為何他們不用坐牢 所以叫風狂英語 真的很瘋狂 不用坐牢 劉家傑也不是這樣 不是 那什麼劉家傑 那什麼事 你現在先說這件事 就是打了一拳 化刀 化刀 不是 新花 不要亂說 化刀 化刀 新花 新花 打完一拳 就不得了 還推他到地上 地上有水 就是推他到水灘上 哇 很稀齊 連上他的工作人員 這招就是八神針 這招也是八神針的 正是他對他的頭落地 這招也是八神針的 連上他的工作人員 姓于 不斷踢他 踢他 踢他 就是踢了五六腳 喂 我想看一張照片 有沒有打完他 打完他 那是誰 就是國軍 大連足協的秘書長 秘書長 也有國家的屬於官員 因為是足協 連上工作人員 叫于某 不知道是誰 可能是普通的保安 性於某人 打人當然被人拍到 PPTV終於拍到片 誰知道被人發現 PPTV的記者 被人拘捕了入辦公室 被人強行刪除了他的片 最後的片段 不能流傳於世 上海新花球員 一位叫安力卡 即是大家很出名 這位上海新花球員 是法國的球員 就是車路士加盟 這位球員 就看到這件事 就大頭叫隊友 全部下車 聲援這個記者 是 好逆歸外國人 就說 一定要報道這宗新聞 為這個記者討回公道 結果 大人足協 最初回應 就說這件事是無稽之談 後來因為有安力卡 整班上海新花球員 聲援這個記者 最後大人足協 事件就罵大了 於是成立一個小組 進行調查 很快就有結果 一日之內就有結果 他就說 工作人員 在組織人員離開的時候 就跟這個圖姓女記者發生口角 並產生肢體的衝突 結果導致這位女士倒落地下 公開向這位女士道歉 以及會對國軍進行停職的調查 那位于某就去解僱他 即是解僱他 解僱他 國軍就說 其實他也有被女記者抓傷他的額頭 嘩 真是嚴重 即是對不知放火給他 嘩 大佬 你雖然知道當時你使出了八神鵪的絕影 嘩 大佬 人家手沒有觸道 真是掌握你 真是正常 你難道真是智慧嗎 即是很慘 只好你很少人自衛 會自衛到好像拳王九七 大哥 福利街KOF一樣的技術 他說他自己去勸人離開 最後發生了很不幸的衝突 這位女記者就說 大連續協的聲明輕描淡寫 感到很氣憤 他說這班人本應該是維持這個秩序的 誰知道就好像土炮王 他一樣為所欲為 在場的記者都不聞不問 他說這班警察 不是記者都不問不問 他說這班警察 是不是對我們中國足球 對我們中國的事件 不會深入去了解 即是很深淡 當然這位記者還說 其實在這樣的事件 他想報導 因為當地球賽保安非常有問題 他說不少球迷在半場 作下的球迷 即是上海球迷 在半場已經被當地的保安要求他走人 即是看了一半就要他走 趕走 因為是屬於保安的理由 他說如果你現在不走 以後就不能走 這麼兇 以後都不能走 即是主持很小器 困著你打掃 可能被人打死 即是那些保安就知道 下半場他輸球 即是你們快點走 如果你不走 以後不能走 即是報道這些作客 求迷受到不公平待遇 結果他又想訪問教練 結果被人打 嘩 真的 大陸的球賽不是一般人可以看的 對 對 即是你去看球賽 總會看雪 哈哈 不要安全很多 即是不要看新花 就看新花刀 即是 那有什麼 不要說別人的名字 這個真是 太可怕了 可怕 太可怕了 那你作為 這個不像 這個不像 即是男人最多會嫌濕 那些人說我嫌濕 嫌濕是正常的 可以嫌濕 但不可以犯賤 不可以淫賤 可以風流 但不可以下流 對不對 哈哈 Souho 知不知道 他自己在那裡說 我當然知道 你不用抽我水 告訴你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發生什麼事 我們最近爭女兒 爭女兒 爭威鏡 這麼大妻 Souho 昨晚對著我唱歌 哦 你別在糊塗 很明顯 我也不知道你唱什麼 不好意思 不想說髒話 我也在說 哈哈 唱歌給我聽 什麼 你什麼時候唱歌給你聽 這個 一個劇情 亂說 真是老作 什麼劇情 他說他想跟我爭女兒 爭這個 貓 字仰貓 貓 貓 我問皇上姐姐 我想說另一件事 作為一個球迷 你看到中國的足球 中國足球是沒有試過好新聞的 真的沒有 有球員 即是職業足球 近十年來我好像沒有聽過好新聞 有技術 打架 什麼球證 貪污 在這兩年後 因為廣州建立了一個全球最大的足球學校 近年都買了不少國外的球員 甚至世界排名的薪酬有頭三名 是 即是開始外援方面有大搞 但是 但是還是會打齊他們的 文明質素方面就是還未跟得上 金錢方面就可以 金錢方面就可以 沒有用的 你買外援回來 然後又有人打批他的腳 沒什麼搞的 那暫時不會打這些外援 不會打這些外援的 是驚貴佬 新嬌肉貴 你們真的打他 他後面的老闆 好像廣州恆大 即是我們上年冠軍 贏一場球 有五百萬的獎金 但輸一場球 要給球員五百萬 這麼打球 對 所以 即是不打架也不行啊 大佬 好像小志強那些 不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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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出道 好像KOF那麼緊張 那我寧願不打批 為什麼要這麼大 輸了就要給你五百萬 他們經常贏 就是經常贏 上年三百萬 今年加碼到五百萬 整天都贏得很長命 其實數字很容易計 你贏了就五百萬 那你就先把四百萬都收到對方 很簡單 那條數字都是你這樣計 對 如果不然你偶突五百萬 那我賺少一點 我賺一百萬 我四百萬給你 那別人都願意跟我們踢 還有一條數字公開出來 你那人挺好人屎 你自己賺一百萬 你賺四百萬 你不忍心啊 輸了我賺五百萬 他後面那句不說 一說後面那句就複雜了 他想想想 不如好 跟你老闆對分 他老闆又可能出鼓劃 老闆又出鼓劃 我賺四百萬給你 你贏吧 我可以收五百萬 可能會這樣搞的 你那個博弈很難複雜 一千數收買的話 但是你對中國足球的 有什麼希望 有希望 有希望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都覺得是有希望的 有錢就什麼都可以 好像北韓那些 果然是透露出了你強國人的特質 有錢不可以求聖 他媽教育就OK 就是這樣了 就是這樣了 噴水下去 很懷疑 你別人拿什麼胡椒 不好意思 好 休息一會 八婆 是時候找回我們的 那些年了 七百五十萬姐妹 齊追究 極速緋聞導演 姜拱徹 又一笑到哭身著 二十五年後 重遇中學時代好姐妹 事以西易 世遇各走極端 有笑有淚 有悲有喜 陽光姐妹頭 今天姐妹無敵 喂 艾芬sir 現在打工仔 下班未必放得工 曾sir 炒股票都一樣 收了錢都會盯緊過錢 那收事你怎麼看 那就由我曾sir 由我艾芬sir 那跟你一起去收料 那就知道過中的奧妙 記得了 逢星期一至五 下午五點見 最近我在美化射箭教室 上完射箭訓練班 現在才知道 怎樣為之射箭 和一般的射箭 同內約不同 那裏是由香港射箭總會 認可的註冊一級教練 Way Money負責教導 他不止風趣 還很用心地教 咦 這樣對我了 那地點在哪裏 在港鐵荔枝各站A出口 想知道多些詳情 可以打2515-1161 或者www.bermond.com.hk 看看吧 雙飛直入 自駕奔馳 與其等死 不如用笑眾生機 香港人網母親節呈獻 媽媽正愛你 5月12號 灣仔伊利沙伯體育館 蕭若元 黃毓民 率領一眾香港人網主持 龍連搞笑 門票分230、170及130 現已於城市電腦售票網公開發售 查詢28927816 特別名借靚波王及美化射箭教室 憑票尾到靚波王消費 可作現金30元使用 愛明 你好 我想你不需要把我的名字讀出 因為我只是一個很渺小的人 沒有人會認識我 從小到大 我都很喜歡聽一些慘情歌 正是因為我的經歷 每次都會越聽越痛 我很想知道 為何世界上會存在愛情這件事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人生其實是一出戲 還是一場遊戲 我們究竟是戲子 還是玩具 我們究竟是戲子 還是玩具 到底得幾分傷心幾分次 到時床夢裡也不再有意思 靚波王速新推出赤板屯骨煲 鮮辣新口味很特別 除了正宗澳門豬骨煲和靚波王 他的新鮮手切肥牛 和專門搜羅的優質新鮮生料 也都遠近馳名 靚波王還是衛生署認證的有型食肆 上一場靚波之味 即打2399-0812 或上www.2399-0812.com 牛佬的古惑仔 我覺得是最有文化價值 古惑仔我覺得最好看 就是少有的香港的作品裡面 是多些成年人的心態描述 多些世故的世態描述 藍能武刺測江湖 逢星期一、星期四出版 和平出版有限公司製作 熱血政治翻天覆地 張文剛昨天發言在說 粗暴撞開這個門 有公共物件的委員 這個是不能接受的 你亦都認同法官的判決 認為這個是不對的 但是基於政治的立場 你們民主黨都是反對替保機制 所以就認為不應該罷免長毛 你這個立場說出來 你自己邏輯有問題 原來你們是反對替保機制的 我真的不知道 那之前你們去了哪裡 你做過些什麼 喂,我們現在正在上訴 現在你是法庭嗎 非暴力就像你們那樣 我不是說我們現在的行動是暴力 不過我要再強調 我們是不會百分之一 白向你成立非暴力的 立法會裡面有一些這樣的議員 你情何以堪的作為香港人 聽完這段法言 你現在告訴我 我們最近民主黨有沒有錯 早朝天下 黃陽達 這個消息我們還沒說 我們繼續說大陸的消息 大陸現在很神奇 是呀,說一說 上次我說過的膠囊事件 其實上次內地央視的每週質量報告 自從出了之後 其實都引起國內很大會響 上次發現那間廠是江西省的一個製造膠囊的明膠公司 之後再揭發了多間公司 原來都有從不同的途徑 就入口了這些有毒膠囊 即是用這些用正的皮革再造的一些膠囊 原來在央視每週質量報告 出之前 在9號 即是今個月初9號 有一位央視的記者叫趙浦 他在微博那裡 原來就出了一條微博 不如我們看看有段片 不如看看那段簡介 中央電視台晚間新聞主播趙浦 今個月9號在微博 提醒民眾 不要吃固體酸奶或者啫喱 特別是小朋友 還說內情非常恐怖 不便詳細交代 由當晚開始 趙浦沒有在晚間新聞亮相 改由另一位主播主持 而他的微博 在11號之後沒有再更新 提醒民眾不要吃酸奶啫喱的鐵紋 也都已經刪除 直至今個月中 中央電視台揭發有黑心工廠 以工業用明膠 製成有毒的藥用膠囊 甚至用在製造雪糕、啫喱和乳製品 於是有網民揣測 趙浦是否因為 預先揭露毒膠囊內幕 被央視處分停職 有記者打電話向趙浦查詢 趙浦只是說無可奉告 有發短訊 以詩句回應 表明堅守信念的態度 中央電視台總編室工作人員回應 不知道有關趙浦被停職的事 對,趙浦現在被停職 剛才也有提及 同事、記者寄了一些訊息給他 他寄了一段詩 叫做 有余雙文一片冰心在玉湖 引返王昌寧的一句詩 表明他自己暗示自己 好像在困難之中 仍然是有一個… 即…